开局只是3000选 到战斗结束 居然能飙升10倍 来到3万 云顶版一夫当关 要如何达成呢 一分钟学会女警法 阵容组成这样的 希尔科主C 搭配蚂蚱乌鸦大眼宝石阿里 组成6法 再搭配卡尔玛圣 组成3IO两堡垒两神域 这套阵容最好是有一个法转给圣 下掉蚂蚱 上皇子开两次令 高法的圣 技能的护盾值十分的离谱 不仅能分担很多伤害 才能起到保护C位的效果 7人口没有阿里 可以先上8条 上8以后 如果还没有阿里 那么就把卡尔玛换成奶妈 开两巨神分 提升整体的护盾和这条效果 9.5 删掉了法师的大C 拉克斯 加入了法师希尔科 你们肯定以为这套阵容 就是单纯的靠希尔科的强度吧 那就错了 其实这套阵容最最重要的是 前排的乌鸦 新版本乌鸦 他现在技能不锁蓝了 只要满蓝就能放大 在放大的过程中 再次满蓝还能继续放大 而且技能是直接增加血条 不是治疗 可以无视重伤的 所以经常是时间还没有过半 乌鸦血量就来到了一半 而法师呢 本来就是 只要前排坦住 就有伤害的阵 装备方面 主C希尔科 蓝buff科技枪必备 实在做不出来 蓝buff也可以选择青龙刀 但是会弱一些 第三件可以选择 鬼叔法爆破防等种 没有重伤的情况下 优先鬼叔 负C阿里或者三星大眼 消耗剩余的法强装备 推荐蓝buff法爆巨杀 主坛乌鸦 装备很重要啊 就属银血探探 这三件是我们觉得最好的 反甲龙牙这一类的纯粹漏装 也很适合乌鸦啊 但是千万不要给 离子日盐这种辅助装 因为新版本的乌鸦 是法师体系的核心 需要纯粹的漏装来保证弹度 稳定持续放大碟血量 如果给了离子日盐这种辅助装备呢 很容易一下苗头 宝石或者肾 来带离子日盐中功能装 如果剪魔抗缺的话 也可以给其他法师做一个电刀 站位上是这样的啊 没开技能的乌鸦 前面很脆 不要单顶去吸收第一波伤害 一定要保证乌鸦开出第一次技能 阿里可以去对位对手的 皇子剑魔等高蓝条的一子 打破法效果 延迟他们的启动 希尔科尽量站在乌鸦的正后方 开大以后不断的奶乌鸦 推荐的英雄之力啊 是女警 第一个打天生二型 保证前妻的连胜 二费卡最优势乌鸦 女警的第二个海克斯不要 第三个的地道痛快 可以根据自己的质量来判断是否的 如果没有更好的战力海克斯 可以直接拿到追三星乌鸦 推荐强化符文有这些 这一套阵笼啊 我们在端游的王者局测试过很多把 能追出三星的乌鸦大臣 能有T1中导强度 在铲子的王者局呢 也测试过多把 成型也是T1中导啊 两边是一样的 但是铲子上中期有强势的阵笼 奶妈 乌鸦两星的时候呢 很难扛得住 可能会被断节奏 最终成型时候的血量浓错会变 那么这么强势的阵笼 到底怎么玩才能稳定掐到烂粉呢 开具雪女警 是金色的就拿天生二星 不是金色的就找金记或者战力强化 打开一图流先看看怎么硬完 B-4 如果商店刷出了乌鸦 我们可以锁一下 保证开局的两星乌鸦打连胜 如果没有的话 提前F一下 2-1自然生死 让我们有更高的概率 可以嫖到二费它 天生二星的二费 必拿乌鸦 一费拿沙弥拉或者蛇女用来过度 拿到两星乌鸦的情况下 2-5拉5 用三诺克萨斯搭配挑战或者法师过度 基本能够文学走出连胜 3-2拉6补充羁绊不利牌 如果天生二星一直没有拿到二费乌鸦的话 也可以小地一下找到两星乌鸦 4-1之后拉7 大地找两星希尔科 和其余体系牌的全两星 然后在7级追三星乌鸦 代言来得多就顺便追当副C 卡经济也可以直接卖掉 4-2在没有更好的战利海克斯时 可以考虑拿第一个痛快快速追到三星乌鸦 和其他法师 正常情况下 乌鸦已经三星或者乌鸦完全三不了 都会上八 先找阿里皇子完成最终阵容 如果最终还能上九 可以挂上大头赛恩等优质的成长 乌鸦的超强坦度是这一套阵容的核心点 搭配上希尔科的持续输出和续航能力 让新版本的法师不再是一个拼爆发的阵容 而是乌鸦一服当关把对手拖死的阵容了 这套阵容其实最怕的就是枪手 枪手的爆发太高了 乌鸦技能加的血被枪手两枪就打没了 可能撑不到几次放大 学会了吗 现在用不上也没关系 点个收藏关注 下一班或者放学回去后可以找出来玩 想学更多阵容不要忘记关注阿北